实战篇 小学二年级 加法减法速算和考算下集 由十六星教育中心提供 大家好 欢迎你们回来看加法减法速算和考算的下集 今集我会继续教你们做一些学校二年级速算测试的其他题目 等你们见识下程度较高小学的深浅程度和出题模式 在上集 我已经教了你们做第四 五 七和第十题 而下集我就会教你们做第十一 十二 十九和第二十题 好了 现在先教你们做第十一题 题目是704加236减404 看完题目 给小小时间你们思考一下 你们会怎么计这条数呢 会不会有学生 说给我知因为你见到704的4可以同236的6合10 所以先计704加236呢 等我说你知 原来这条数最快最聪明的方法是先将704减404 然后加236 因为704减404它们的10位数和个位数都是一样 所以你们就敢深算好轻松就计到是300 然后300加236深算好轻松就计到是536 这条数 只要你们懂得改变一下运算次序 那就完全不用进位退位 深算一两秒就计到正确答案是536啦 学生同买家长 你们要知道如果想小朋友计数呢 正是学识一招半识例如合十法 合二十法等等同埋背熟合十歌是不足够的 更加重要的是脑筋灵活 懂得用会贯通所学知识 利用各种运算技巧以最聪明最快的方法做数学题 就例如这条数那样 如果你们做任何题目都只是懂得用合十法去计 有时反而会计慢了的 好啦 接着教你们做第十二题 题目是852加75减852 看完题目 给小小时间你们思考一下 你们会怎么计这条数呢 你们有没有学生 在我刚刚教完的第十一题学到东西啊 这条数如果你们稍微脑筋精灵一点 一看见后面有个减852在里 就立刻可以跟前面的852抵消了 那这条数计都不用计 不用一秒就已经知道答案 就是75啦 在我教你们做第十九题之前 请你们先给个like 赞好留言分享 按下右下角的按钮支持 我们16星教育中心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是完全免费的 好啦 现在教你们做第十九题 这条是加减数的填动题 我给小小时间 你们先看一下条题目 同埋思考一下 首先 你们要由个位开始做起 因为星星加7等于10 所以星星就等于10减7等于3 你们现在可以 在三个星星符号上面都写上3 然后继续做下去验算一下 整条加减运算的数息 是否所有数字都正确 首先 3加7等于10 记住进1 2加3等于5 5加翻进1等于6 6加1等于7 验算完加数部分得出760 然后继续验算760减293 0减3不够减要借1 记住退1 变成10减3等于7 6减9不够减要借1 记住退1 变成16减9等于7 7减翻退1等于6 最后7减2等于5 5减翻退1等于4 没错啦 验算完之后星星等于3就是正确答案啦 最后 我会在今集教你们做第20题 这条也是加减数的填动题 我给小小时间你们看一下条题目和思考一下 为了方便起见 我先在6个空格内由上至下左至右安排编号123456 现在你们由个位的空格一开始做起 因为某数减7等于6 所以某数就等于6加7等于13 你们现在可以在空格一内填上3 然后立刻做验算 3减75够减要借1 记住退1变成13减7等于6 9减0等于9 9减翻退1等于8 你们现在可以在空格3内填上8 接着因为8减某数等于3 所以某数就等于8减3等于5 你们现在可以在空格2内填上5 然后因为6加某数等于4 所以某数就等于14减6等于8 你们现在可以在空格5内填上8 接着立刻做验算 6加8等于14 记住进1 8加2等于10 10加翻进1等于11 你们现在可以在空格6内填上1 记住进1 最后因为3加某数加上进1等于5 所以某数就等于5减3减1等于1 你们现在可以在空格4内填上1 这条数所有空格已经填上正确数字做完价啦 好啦 连上集 这份卷我一共教了你们做8题 如果你们学会了我在这两集教你们不同的速算和考算方法 你们以后计加减数都可以做快很多啦 各位同学 今集教到这里先 下次见 拜拜